光丰地区农会在乡公所还有县政府、农粮署及水保局等单位支持下 联合举办太巴朗产销漫游建筍区的产销活动 并且以建筍场关开幕方式 让报名参加的游客民众可以考建筍、拨建筍 还有打陀螺及玩建筑空气枪 另类的开幕仪式让200多人士封完场关相当热闹 光丰地区农会110年漫游建筍区 建筍产销推广系列活动场地 用细长的建筑搭建的欢迎拱门一目了然 完成报道的民众美等正经的开幕式 反倒在农会的带领下进行建筍闯关游戏 除了打陀螺玩用建筑制作的空气枪设计的同玩游戏 拨建筍以及烤建筍的闯关站前是人挤人 大家边拨建筍边吃烤建筍 直呼好另类的活动开幕式 配合政府防疫 光丰地区农会与香钩所 在县政府农粮署以及水保局等上级单位的支持协助下 特别改以小规模体验建筍农产方式 来取代千人参加的建筍饗宴 让消费大众真正正视建筍农产 生态以及产业 今天本农会来这个机会来办理这2021年的建筍 半部建筍一系列的活动内容 主要就是要推动我们在地的农业 难民建筍节 我们主办这个最主要的努力 就是要你们了解我们农民上山踩水的心土 以及我们这个建筍节 这农水是我们太巴兰 很重要的季节性产业 当然我们农会跟公所 这个地方上当然也要 多云余力的来到我们的筍筍做行销 虽然规模缩小 不过报名参加的民众相当踊跃 不到一个星期就额满 包括了县府 农粮署以及水保局等上级单位不仅肯定 居处首长也都亲自来体验力挺 推广部落的建筍农产业 所以今天来到太巴兰部落 除了建筍之外 柴筍之外 可以看到我们太巴兰的特产 比如说我们陆牛 我们台南链土铁 我们地方的洗澡这些东西 大家可以来做体验 我们的建筍是季节限定 所以在这个时候 请消费者一定要来我们公路这边 来采买建筍 然后也来体验 我们太巴兰这边阿美族的一个风情 大家告诉外面的人 什么叫做农民的辛苦 谢谢我们光风地区农会 能够办理这么有意义的活动之外 要感谢大家 漫游建筍去简单的迎宾舞之外 厂内建筍农产闯关开幕方式 让参加的民众现场考建筍播建筍 还有同万闯关游戏 另一类的开幕式 让报名的200多人疯狂闯关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